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的确不假 篮球场上运气因素有时候可以改变比赛走势 但是这一分却可以体现很多问题 比如太阳的关键球实力 单论关键球这一项 整个联盟范围内没有几个球队强于太阳 太阳稳扎稳打的关键球是他们取胜的关键 包含常规赛和季后赛 太阳今年打了不少长关键时刻的比赛 这是对他们的极致考验 今年得益于保罗的加盟 太阳在关键时刻处理球显得顺心自如 他们更加从容 知道该如何把球放入篮筐 知道该如何和对手拼一攻一防 季后赛至今太阳一共打了五场关键时刻的比赛 只输掉其中的一场 他们的关键球效率很高 保罗和布克乃至年轻人艾顿 在关键时刻都有非常高的输出效率 我们不妨以第二场比赛为例 这场比赛太阳在主场绝杀快船 在人们眼里太阳队最后时刻绝杀的球员是布克和保罗 保罗不在布克肯定会承担这一职责 艾顿绝杀前太阳刚打出一个漂亮的进攻回合 布里奇斯在底角获得机会 但他没能命中 随后的一个回合 太阳更是画出来了一个精妙的战术 克劳德漂亮的传球 艾顿漂亮的空切 两者一拍集合 完成绝杀 终结了本场比赛 可见关键时刻太阳套路不是一成不变的 他们有多个进攻选择 场上五人都可以作为终结点 这种胆量帮助他们在关键时刻立于不败之地 反观快船 由于莱昂内德确震 球队最稳的关键点不在场 这个时候能处理球的是保罗乔治和杰克逊 乔治关键时刻状态时好时坏 有时候他能连续输出 有时候就像今天一样 在关键时刻连连投篮不中 相比莱昂内德 乔治的打法更飘 更倾向于外线 关键时刻造杀伤 以及中距离是最稳的选择 而乔治喜欢 急肝拔三分 这么做非常不稳 他的力量对抗和小卡不是一个级别 所以他很难创造出手空间 杰克逊也有大心脏特质 可他毕竟不是一个明星球员 能力和天赋都摆在这里 指望杰克逊以一己之力 拯救球队完全不现实 除了这两人 快传其他球员基本是定点投手 不具备持球能力 更别提关键球 第四节这一分 体现双方关键球的巨大差距 太阳能取得3比1的领先优势 其实正是他们关键能力的体现 何况前两场比赛 保罗还没有出场 如果保罗出场太阳或许会赢得更轻松 接下来压力全都来到快船这一边 常规时间和太阳打阵地战 他们没有优势 到了关键时刻比关键球 他们更没有优势 现在快船唯一能做的就是背水一战 尽量打出自己的最好状态 太阳要做的很简单 保持现有状态 下一场比赛 他们将回归主场 如果这样一场比赛 他们能取胜就将打入总决赛 对他们来说这是最好的结果 各位球迷朋友 你们如何评价双方这场比赛 你们认为太阳的关键球能力比快船强多少 欢迎在文章下方评论区留言评论 喜欢就点赞订阅支持我吧 谢谢